上回书说到 公王是受刑以后 把宿介给招出来了 可是他说到 宿介走了 他再说他宿介回来呢 就得说宿介把鞋丢到他家了 这么一说呀 宿介冒充傲求损 抢走颜值绣鞋这件事情 他就都说了 他想到这儿 不能往下说了 准得找宿介 如果这济南府把宿介传来 他要招供 他自己比我会宅队 那我就别替他说这些事了 后边牵扯了人命的官司 他想到这儿 他这个口纹可就赚了 无难带问 宿介从你那儿什么时候走的 天亮走的呗 走了以后又上你那儿去了没有 他走了以后就没去 一趟都没去 一趟没去 以后呢 便就一被杀了 他去了没有 没有 始终就没见 好 你划工 这样把口红拿去 叫公王室划工 公王室划了工 摁了几斗 无难带看了看 来 把公王室收下去 掐钱入狱 上 走 下来 哎 公王室一边跟公差走啊 一边想 得 说苏介啊 那我可都顾不了你了 剩下的事都是你自个儿办的 你自个儿做的 自个儿摘下去吧 然后公王室就被带进监牢 继续把他收起来 咱们再说济南府的知府 无难带 看了看口红之后 马上提笔 就写票 什么票 普票 这个票 有普票 有签票 有巨票 有传票 这个传票啊 下去以后 什么时候过堂 什么时候你来 三堂不到 算你输 巨票是当时跟着走 普票是逮他 最厉害是签票 签票 下去以后是脚踢手打 两边就锁 所以下的普 普票 刚把那票写完之后 张德胜跟李德彪 主动就过来 下一张德胜 下一李德彪 给大人心理 三次下动场 你们知道 准的那是 这个公差 也会当差 所以做官的 也得会做 你老跟着 写个部下 捧着脸的 什么事都不好办 这样呢 就联系了感情 马上把这张票 给了他 收发助领盘缠 东厂府挂号 辽城县 捉拿宿介 你们要小心 宿介是暗中 杀人罪犯当中的 主要的一个人 如果放跑速界 小心儿的 勾腿 下一知道 去吧 公事给他们之后 两公差下来 继续办手续 一百里的多钱 出差的费 他有一定的规定 公差拿着这个东西 以后啊 俩人把当票带好了 准备路途当中 把裤子熟出来 张德盛跟李德彪 在班房的 推脱好了之后 这些公差说 您走吧 放心吧 家有什么事 我们照顾 他们俩就动身了 临去的时候啊 就去到当铺 把裤子熟出来 俩人先套上 随后又去到东昌府 一路上无数 来到东昌府 一进班房 公差一瞧啊 济南府这二位又来了 二位上台 您请坐 马上有人给他倒茶 给回什么 有公文当堂投递 说要检言 东昌府的公差 进去一回 一听 济南府又来人了 东昌府知府就知道 这案麻烦了 马上升堂 床二位上台 张胜李德彪 跟着来到堂上 下一给大人行礼 随后把他公事 递进去 东昌府打公事 那么一瞧啊 呦 心说 不愧 济南府的无担带 叫铁岸如山 过于这一干 在辽城县 已经都定了案了 这一方案 又勾出好几个人来 马上给人家批票 盖成印 二位上差 置工吧 两位公差 接了公事之后 打东昌府来 去到辽城 一路上无数 来到辽城县 几位 辛苦了 哦 二个头 您来了 请坐请坐 请坐里边 别耽误着了 赶紧往里回 好您呢 就值得来传人来了 有公差进去 告诉辽城县 这知县审不清 跟老爷回 济南府来到二位上差 有公文当堂筹递 哎 这怎么着 不人都带走了吗 上归来 怎么还来啊 老爷您根本说不行啊 人有公文呢 公差心说 这个官 这都哪哄得来的 我们当差当了十几年了 还真没见过这样县官 马上找师爷 师爷不来 他一点骨心骨没有 师爷来的这才升堂 上堂之后 来 带济南府的俩公差 下边的公差心说 您这话我们都没法办 上差来着 我们带 我们带得了吗 那个 赶紧下来 二位上差 请您上堂吧 张德胜跟李德彪 来到堂上 行李之后 把公文逼上去 审不清 接过来看了看 看了半天 嘿嘿 这公文认识他 他不认识公文 他不认字 叫个师爷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 跟老爷回 他要速借 我这哪有啊 是啊 在南乡住 沿着这干 又招出人来了 啊 那个二位上差 上回 是领你们去的 这回你们是 自个去呀 派人领着 还是在这等着 这么办吧 您还派人领我们去吧 我们去找家 那好极了 来吧 因为谁 王卡 领他们二位去一趟吧 师爷把他这票给他 欠好了资啊 盖上印 交给张德胜 李德彪 就这样下去 就这个糊里糊涂的 县官 审不清 你这个案 现在在这 结了以后 拎完又找出两个人了 你本身 担什么罪名 他都不知道 单说张德胜 跟李德彪 随着辽成县的公差 出离衙门 一直去往南乡 来到南乡 到了京房 找地宝 地宝 哦 济南府的二位上差 哦 上差 几位头 你有什么事吗 你们这个地方 有个姓素的吗 有 就是投素的那个素 对对对对 他是校联府 你有什么事吗 有个叫素街的 对对对 是秀才 好 这地方出名的主 你我们去一趟 他在家吗 不知道 你我们去一趟 好好好 有地宝 领着二位 一直来到素孝联府的附近 您看这个门了吗 两公差一瞧 摸砖队凤 起起的门楼 这房子还挺讲究 这就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素孝联府 你闪开 地宝闪的一边 张德胜 李德彪 两人一研究 犯罪的人的心情 他心惊 一找到他的惊了 如果他不在家 你的一露头 也会慢慢得到消息 他就跑了 所以有上一次 传公王室那个惊艳 这两个人又研究出了一个办法 就进去了 新门 有人吗 不是谁在 门房门一开 出了一个老管家 哦 二位 二位 你们是 县衙的 哎 对的呢 有事吗 您这公子爷 素先生在吗 叫素介的 哦 在 在 您有什么事 我们太爷呀 家里头办点喜事 知道 素先生有学问 他写的好 所以派我们来 请素修菜 到衙门去 给我们老爷 写点东西 一会儿啊 写完之后 让他回来 把他送回来 哦 好好 那 您进来吧 哎 行 您呢 您等一等啊 您等一等 把俩公差 让进门道以后 把门关上 公差就在门道 在春凳这等着 翻回头来 咱们再说的 素介 素介在他 叔伯哥哥家里 他待着时候 他苏伯哥哥 回来了 告诉他 别牛一被杀的事情 现场他哥哥看了 燕子师的时候 怎么个情况 都告诉素介了 素介听完之后 可就害了怕了 他说这怎么办 他唯恐 把公王室招出之后 公王室再一咬他 到家里头 一找他爹 这个事可叫麻烦 杀人凶手 虽然不是他 但是由他引起啊 他哥哥安慰他 你先别害怕 听听怎么着 再说 为什么不让他害怕呢 你现在事情出来了 害怕管什么用 你不得看事情发展吗 不久啊 就听燕子那 把奥求婶给告了 奥求婶也在南乡住 他哥哥一给打听 把奥求婶带走了 后来一听啊 奥求婶招了 取打成招 回来就告诉素介了 素介一听 奥求婶才冤了 可现在顾忌不为偏 只要我没事就完了 这才跟他哥哥 带回他的家中 见了素介他的父亲 素孝莲 他哥哥说 我的事完了 让我兄弟回来了 暗含着 嘱咐他兄弟素介 哪都别去了 在家里忍着吧 他怨他怨去吧 就这样的素介 从此不敢到公王室家里去 哪都没去 有的时候 他爹就把他找到眼前头了 给他出个题 叫他写个文章 所以他的学问好 跟他爹的教育 这有一定的影响 今天 在内书房里的正室 他爹那做文证 老管家进来 呃 袁王爷 什么事 县衙呀 来俩公差 素介拿着这管 比他一哆嗦 干什么老哥 说太爷那儿 家里头办点喜事 请您去给他写点东西 知道您的学问大写得好 老哥哥你跟他说 你说我没工夫 等会儿 他父亲一听啊 你拦这干什么 没出息 那是你的父母老师 出头露脸的时候 你不去 去 给人写下 去 到时候拿不出手去 不爹 给他写呢 干嘛 你给他写了 也就白写了 胡说 怎么到这个时候 你怎么拿不出手去 那是当地的父母官 那是你们秀才的父母老师 怎么露脸的时候不干 怎么偷偷摸摸 往王室那儿跑 你的能力大了 素介的一机灵 心说 爹您哪知这里有事 怎么样 公子爷 您您给写去吧 不老哥哥 去去去 这孩子 怎么来的事 看看写完一会儿回来 听见没有 哎 素介没办法了 把笔放下 跟老管家出来了 出离了他那书房之后 一摆手 把老管家叫到跨院 小胡说 小胡说 怎么着 公子爷 老哥哥 你不知道 什么 他不是请我去给他写点什么 干嘛 我惹了祸了 哎呦 你惹什么祸了 是那时候 区王家 叫人给 带着过来 不是不是 你现在没跟我说 老哥哥 你帮不忙 你让他们俩先走 就说我没得家 我跟人家说 您在家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 那 那 这么办吧 老管家也害怕 他惹了祸了 来势关人啊 您啊 您跟人见个面 您不见个面 他缠着我 我也没有办法 他进了回找老爷子 一闹更麻烦 您见个面 哪里花俩钱呢 我手里没钱呢 我给你 我给你 老管家赶紧出去 到他自个小屋里头 拿了十两银子 公子爷 您先跟他说说 哎 我给他十两银子 行吗 我哪知道 您跟他说 哪里就好的吧 素杰 带着十两银子 可就出来了 不得不见个面啊 老管家领着他 来到门道 二位公差 我们公子爷来了 俩公差就等着这个素杰 就见素杰 从里边一出来 跟他一朝向 看见素杰 这个母女 头戴的青段纹生金 顶香美玉 身上穿了一件宝兰段纹生厂 姓黄的丝套 双蝶蝴蝶扣 大红中衣 白补高筒的袜子 清断的幅度里白粉底 望脸上看 面如观玉 宽天挺 两道黑眉目挺细 两只小眼睛 单眼皮长眼的毛 通关臂梁 圆目口大耳头 长得不难看 就这两只眼睛小点 挺潇洒的 一看那相貌 冲他的眼神 就知道这种啊 刚哥哥 没错了 您是肃先生吗 二位头 在下我叫肃介 肃先生 您跟我们行过一趟吧 走一趟 不 我二位头 您回去跟我说说 我现在确实没工夫 对不起 对不起 朝了相你都走不了了 那公裁稍须一打成 说声对不起 一伸手 这帽子就给打去了 后边这个张德胜 锁链都出来了 哗乱嘎 哎 我说您这 别废话 哥们行过一趟 不 我说你叫我写文章也好 写东西也对联也好 怎么也好 你有所生的吗 告诉你实话 我们是济南府的 这 坏了 谁说不是当地的 老管也吓坏了 二位头 您倒是怎么回事 我们公子也走了 没得话说 啊 不 苏介在这时候 就把这十辆银子掏出来了 二位头 我这有十辆银子 你们带着 自己买双鞋穿 张德胜跟李立彪瞧瞧 你说这十辆银子要不要 不要 不要白不要 怎么着 到手的钱了能不要吗 上户还当裤子 这户不得着不着吧 把十辆银子接过来 好吧 你这不是 这么亮相吗 什么话甭说了 告诉你 我们是济南府的 这一道上叫你受不了委屈 嘛 如果你要不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不走是不行 跟我们行为他 苏介是一听这个 更麻烦 能告诉我两句怎么回事吗 告诉你 工工师把你招出来了 哎呦 苏介赶紧往回打 碎个炉啊 想不去 那你走得了吗 公差一看这 不动横的不行了 钱也到了手了 拿手一顿锁料 后面一推他 甭废话的 走吧 干哥哥 苏介不明白这句话 怎么光叫干哥哥呢 拉拉拽拽 把苏介就带着走了 带他可不跟带公王室 公王室是个女的 苏介一看不走不行了 薄相都拉脱皮了 好好你们别拉 我跟你们走吧 出离了南乡到外边 抓了一辆车 带着苏介 就去往济南府 一路上 既参可已小心夜住 非止一天来到济南 到济南湖 把苏介就带进衙门 进来 一进班房 一拉他 坐着 其他的公差一看 哦 这就是工王室 说那干哥哥 瞧这模样 回去吧 张德胜李的标 往里一回 乌南带 一听逮来了 在哪逮的 在他家 他家是校联府 有如此这般 吩咐下去 升堂 就等他了 邦点想过之后 升坐二堂 来 带苏介 上 苏介 过堂了 苏介这时候就沉住气了 不愧他有点学问 事到如今 跑也跑不了 赖也赖不过去 怎么办呢 那就说 遇上什么就得算什么 跟着走吧 来到二堂口 报 苏介带到 上堂 上堂 苏介往堂上走 无担待 仔细观看 就见这个苏介 发迹蓬松 低着头 穿着文声服 夫子履 迈着方布 相带锁链 往堂上走 可是没看清他相貌 跪跪 公主大人在上 声援 苏介 与公主大人 叩头 苏介说着话 身识一礼 一一到底 往前迈左腿 跪右腿 随后把左腿撤回来之后 跪倒行李 一低头 大人验行 把他的刑具给挑了 马上把锁链给他摘了 你叫苏介 是 多的岁数 二十个二岁 哪的人 辽城县 在哪住 辽城县的南乡 口成声院 你有什么功名 东厂福考的秀才 几等啊 一等 第几名 按手 抬起头来 声员 礼貌不周 不敢仰视公主 母男带心说 这个小子 他都不说他有罪 不敢抬头 他刚礼貌不周 他不敢仰脸看我 抬起头来 我恕你无罪 谢公主 宿介说声 谢公主 把法家王侯一甩 一正脸 眼皮往黑一搭了 嗯 我难得一看 他定像貌 就一惊 把眼睁开 宿介一撩眼皮 啪 这惊他目摔的 说怎么了这是 这是瞎吾瞎吾的 不是 这里边 有一个原因 无功难代 他哥哥死了 留起一个孩子 是他的亲侄 这个小子 不务正道 在外边是吃喝 嫖赌 勋花问流 不仅如此 而且在外边 经常的调戏 良家富女 这样一来 就难免的惹了祸了 有的老实的人啊 叫别人一了吃 哑不亏就算了 可是呢 有的不吃亏的 就在这儿告状 我不管你是谁 无难代 知这个事 就按一般的百姓来办 升堂 审问 甚至堂成洞行 就他这个侄子 怎么打狗骨头 不带改的 哎哟 无难代感觉 对不起自己的哥哥 可是这个孩子 是没有办法了 今天 一看那个苏杰 跟他那侄子的相貌 长得一般无二 完全一样 真有一样的人 就是比他的个头 稍微矮一点 苏杰这一上堂 一抬头 差一点没人错了人 可是声音不一样 心说 这种相貌 尤其是这两只眼睛 就长了这对的眼睛 在那个社会来说 有人就这样认识 这叫桃花眼 绝非善类 苏杰一抬头 就给无难代 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对他就一点 耐心烦没有了 哇 无难代 一拍的惊疼 苏杰 你与公王氏 两人怎么通肩牛软 把所作所为 从事召来 苏杰一听 公王氏说了 苏杰知道 一点不招 是过不去的 而且苏杰对于无难代 已经有耳闻 他这种有学问人 对这个事 他好打听 但是没见过 今天苏杰一看的 铁岸如山的无难代 年岁在五十多岁 长远鸟 不算肾胖 头戴无纱 双斩 身穿红袍 前后补子 腰横欲带 脚底有公安挡着 看不清楚 往脸上看 明清 木秀 两只眼睛 炯炯的放光 真吓人呢 通关鼻梁 阔口 三流默然 飘洒胸前 是根根见肉 大而吹轮 满脸的正气 哦 这就是铁岸如山 所以想到这儿 这才望上回 公祖大人 声援素杰 与王室 我们一强之隔的街坊 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被家长识破之后 拆散我们的姻缘 强迫着王室 驾于西乡的龚某人 棒打鸳鸯两离分 这是我与王室 两人从小 致尺之交的关系 王室出嫁以后 你怎么跟他通见 是因为我路过西巷 发现王室 我们互相埋怨 后来 我追念旧情 有一些事 自己不能克制 我再问你 王室戏耍胭脂 你怎么样冒充傲求蠢 到胭脂家去 公祖大人 这我不知道 什么 王室戏耍胭脂 是没跟你说吗 我确实是不知道 如果我要应该做 您看我都说了 我应该说的全说 我 超首位是亮而不着 把袖子给他割了 来 把苏杰给我扯去 公柴把他一抵了 把钱拿过来 连看都不看 往底一扔 石成形 给我重则 二十 咋 苏杰心说 我不卖两下也不行 说什么也不招 是犯罪人 都有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 哪知道 把苏杰摁倒之后 把他胳膊一盘 一个人摁着肩膀子 把中医给他扒下来 立长一当把腿那么一盘 一个人坐上脚搏的腰上上去 一个板子抄起来之后 大人验行 打 连问都不问 连含吾都不含吾 啪啪啪啪啪 这个二十板给打的 哎呀 苏杰才知道 这个滋味不好受 苏杰一看 我愿招 我招了 给他拿回 苏杰他有共 推上来 有公差把苏杰拉上来之后 说 苏杰 你怎么样冒充傲求损 从事讲 公主大人 您 容炳 太佐弹 我来承受 我的 是 你承受